变形金刚热潮激发学生创造力 东南科技大学举行的全国智慧型机器人大赛上 各种新颖灵活的机器人一一登场 而居家机器人结合人性化的设计 拿下第一名 眼前这个机器人身材虽然矮小 但是却伸手不凡 浮力挺身 后空翻 太空漫步 垂直倒立 这些高难度动作都难不倒他 塞兰克特这位足球员球怎么也踢不进去 恼羞成了他不仅要将球场砸烂 更吓坏了一旁的小朋友 这场全国智慧型机器人大赛 在东南科技大学举行 请了300多队参加 除了创意机器人外 还有自走车竞速 电脑鼠总移工 手臂车搬罐头等13项比赛 而人性化设计的机器人 也备受瞩目 像是这个名为Mr.Smith的家居机器人 可以透过手机联络 随时报告家中的情况 对 失火或是你家门窗被打开 有什么问题发生呢 他会再传来这里 就好像在电影中也会看到那种 你回家然后会给问好啊 然后就可以操控家里所有电器设备啊 就大概是那种感觉 这个设计受到评委的一致肯定 获得创意设计的第一名 这次比赛充分考验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所有参赛者认真投入 即使遇到困难也仍然坚持 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他的一些重心 那我们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参考文献 那去看他的动力方程式 那去微调他的一些参数 学生们的努力换来的不仅是设计的成果 同时也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 相信这些创意失足的作品 能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崭新的风貌 记者陈文新罗浩采访报道